当地时间9日 路透社连引四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 英国外交大臣戴维拉米计划于下周访问中国 以实现新一届工党政府寻求重启英中关系的目标 其中两人称 拉米是称要彻底改变英中关系 他将前往北京和上海与中方官员和在华英国公司代表会面 另有一名据称熟悉访问计划的知情人士称 目前拉米的具体形成仍未敲电 英国外交部和中国外交部均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 上述消息员还称 英国财政大臣雷切尔·李夫斯也考虑于近期访华 他此行的目的是重启本应每年举行的两国贸易和投资谈判活动 综合新华社报道 9月18日 中英经济财金对话中方牵头人 国务院副总理和立峰应约同对话英方牵头人李夫斯通电话 就重启中英经济财金对话 加强经贸合作交换意见 何立峰表示 中方院与英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 总启中英经济财金对话 加强发展战略对积 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拓展金融 绿色经济 事物一样 联工智能等领域合作 中英经济财金对话机制建立于2008年 是中英之间三大高级别对话与合作机制之一 也是中英两国就经济财金领域的战略性 长期性 全局性问题 进行双边沟通和政策协调的重要机制 16年间 双方通过对话 共磋商达成560多项互利共赢的政策成果 务实推动了双方在贸易 投资 金融 能源 产业 基础设施等广泛经济领域的合作 但自2019年6月在伦敦举行的第十次对话后 中英经济财金对话在未举办过 2020年 因时任英国首相约翰逊 领导的政府频频炒作涉港问题 这一对话机制被暂停 约翰逊上任以来 英国社会各界频繁跟风美国 对中国涉港 涉疆 以及疫情问题指手画脚 并单方面暂停了与中国的多项经济对话 造成两国关系紧张 斯坦默政府上台后 中英双方讨论重启经济财金对话 是中英关系多年冷淡后外交解冻的体现 斯坦默上任一个月后 中英领导人于8月通了电话 斯坦默表示 英方希望同中国加强各层级 各领域接触对话 推动两国务实合作和机制性交流 取得积极成果 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发展长期 稳定 具有战略意义的英中关系 斯坦默在电话中还说 希望在包括香港问题在内的分析领域 与中方进行坦诚 开放和诚挚的会谈